這首歌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請葛大維 就是他在收一些新的歌曲 然後他在收歌過程中 就也有跟白鞍邀哥 然後就收到了這首曲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我聽到這首demo的時候 其實我正在滑雪 所以那時候聽到這首demo的時候 就覺得好特別 然後一聽一聽就覺得 感覺好像還蠻有一種特別的氣氛的 所以那時候就跟葛大維說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就蠻好聽的這樣 好愛的歌 偶愛的時分 安心的夢 心裡頭 你也是夢 最夢多 來 準備來吧 其實我覺得白鞍邀哥 一直很有他自己一個很獨特的旋律性 然後就是很多他自己寫的歌 比如說他自己唱的啊 就是通常在歌曲裡面都會有一段 就是很有記憶點的地方 所以其實他的很多首歌 大家也很喜歡去翻唱 或者是去KTV去挑戰這樣子 那我覺得不管不管這首歌 他其實相對起來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很複雜的旋律 但是我覺得也符合我們想要 傳達的一個感覺 就是有的時候可能不需要這麼的 靈性思考 在某些時候就是讓自己可以比較放鬆 甚至是放空的 就是一種不管不管的感覺 就是希望這首歌帶給大家 是聽到之後有一種很放鬆的 然後很快樂的 愉悅的心情的 其實我應該是看事情吧 有的時候會覺得好像理性先跑出來 但是很多時候又是感性會先跑出來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一種 可能對我自己來說 他是一種很交錯的 一種交錯的情緒嗎 在裡面這樣子 其實有的時候又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也不需要太去區分 這麼的左或右感性或理性這樣子 我覺得因為這個是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的部分 就是理性與感性 那可能就是當我們在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自然的就是會 我們自己的那個身體 或者是思考情緒感官 會做出選擇是感性那一面 或者是理性那一面 保暖的Pepo就是一直喝熱的茶 或者是熱的飲料 然後當然就是暖暖包啊 就是貼在身體這樣 陸續還在收割當中 然後也希望會有其他的新歌 可以趕快的讓大家聽到 那因為第一首《不管不管》 可能是比較快樂 有節奏性的這樣子的一首歌曲 但是後面可能也會有一些 可能比較悲傷或者是比較情感 每一層面的歌會唱給大家聽 喔 救我 啊 不用看 不用看電腦 那你要抓牌 對 對 抓牌 抓牌 那我們再一次 好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看看錯過 看到什麼 回到生活就做你歌 好 不上手就會不會走 啊哈